冰城出现水龙卷 中国河南则遭遇龙卷风肆虐 大群小孩星期天在当地一个游乐场的冲气堡 嬉戏玩耍 不料龙卷风突然来袭 两座冲气堡直接被卷上20米高空 孩子们也跟着被卷上天 在众帅落地 至少两名小孩不幸摔死 另外还有20人受伤 原本开心的游乐园 星期天下午三点却哀嚎遍野 龙卷风毫无预警来袭 把地上两座冲气堡直接卷上20米高空 法新社报导指出 事发时有很多小孩在冲气堡内玩耍 事发突然 孩子们根本来不及逃生 也跟着被卷上天空 再从高空摔下 有小孩来了 小孩都掉下来了 看到了有两个小孩刮到半空中 大概有二三十米吧 然后落下来摔下来了 就当时一片房 除了这个玩去店房 还有就是一些小商贩嘛 人家做生意了 那些东西也都刮得就是买地都是 现场非常混乱 大人都在找小孩 小孩一直在通脑 他这边那两个都推起来了 我的孩子是在第三个 第三个就是离龙俭峰是擦边而过的 这样常是一片混乱 都是叫喊声 事故导致两名小孩不幸罹难 一名小孩身受重伤 另外还有17名小孩 以及两名成人轻伤 目击者透露 事发后现场满目疮痍 到处都是满身鲜血的伤者 孩子们个个惊慌失措 不断大哭 大人纷纷抱着小孩冲向救护车 一片混乱 所有伤者已经送到医院治疗 都在这边